欢迎收看小鱼饮品课堂 这一堂课呢我来教大家煮烧仙草啊 因为呢烧仙草啊每个品牌不一样 然后呢它的比例啊会有稍微的不同 但是呢做法大同小异啊 大家呢可以用我这个做法做一个参考 首先呢我们取个锅 然后呢在我们的锅里啊倒入100克的一个烧仙草粉 我这个烧仙草的比例呢是1比5啊 大家呢做的多啊比例也可以放大啊 然后呢我们再加入500克的一个热水 给它稍微的搅拌均匀 稍微的搅拌均匀了以后呢 我们给它放到电磁炉上加热啊 我们电磁炉呢一上来啊可以用小火啊 大概在900瓦左右给它加热 边加热边搅拌 搅拌呢中间啊是不能停的啊 不然很容易糊底 大概呢加热到它冒小炮的时候啊就可以了 冒小炮了以后呢我们给它把电磁炉啊给它关火 关火了以后呢我们给它倒入到容器里面啊 等待冷却啊 大家看一下 我们倒入到容器里面以后呢 我们最上面的这一层浮沫啊 我们是要给它撇掉的啊 不然凌固了以后呢不好看 撇掉了以后呢凌固以后啊会光滑很多 这个时候呢我们冷却啊 一般呢在冷却5个小时以上啊就可以用了 平时的保存方式呢就是冷却了以后啊 我们可以放到冰箱冷藏 一般呢可以保质期啊2到3天左右啊 是非常的方便的啊 然后呢烧仙草呢我们一般啊可以用放在奶茶里啊 放在甜品里啊都是可以的 然后呢我举个例子啊 我们做一个烧仙草啊 这个甜品奶茶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这个是我提前冷却好的一个烧仙草 我们在用的时候啊给它提前啊 用刀啊给它切成块状啊 然后呢我们取一个小碗 在碗的啊里面啊给它放入啊 大量的烧仙草 然后呢我们根据自己的口味啊 可以给它放入红豆啊 你也可以放椰果呀啊葡萄干啊都是可以的 然后呢我们把我们做好的这个奶茶 直接倒入进去啊就可以了 这样呢我们一个啊烧仙草甜品奶茶啊就做好了 非常的简单 你也可以呢直接加到这个大杯的奶茶里都可以 也可以加椰奶都行啊 非常的百搭非常的方便 好了这一堂歌呢我讲解的是比较详细的 大家呢有任何不懂的都可以后台给我留言哦